同样的,中国空军在这一役的表现也十分精彩 当时隶属空军英雄人物高智航的第四大队之下 22中队的张光明说 中国的空军和日本的空军的对比 它的比例大概是在12比1 可但是我们的数量虽然不如它 它的训练,它的装备,它的飞机的性能 它一直到它参谋和指挥的作业 老实讲它们都被我们犹豫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一战可以被它打掉六架飞机呢 我们一架损伤没有,为什么 这个当然有原因 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就是要救国复仇 后人很难想象张光明说的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跟当今的年轻人有什么两样 因为彼此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他们都怀着强烈的国家观念与自我使命感 赴汤道火在所不辞 像他们军歌中写的那样潇洒与豪漫 一天去风险,毛国吧只剩 猫有春来长过木杆 在地阳底 让五月滩江,中王要盛 美丽的亭首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